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一個比較嚴肅 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 本來這個話題昨天就應當講 但是因為在旅途當中時間有限,沒來得及 今天要給大家補教作業,什麼話題呢? 就是北約對於中共的態度 北約和中共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 就在昨天,那昨天是北約領導人峰會正式結束的這一天 峰會結束的時候他們發表了一個共同宣言 這份宣言裡面,他們破天荒的第一次 把中共列為了北約的主要敵人 當然,宣言文本裡面沒有用敵人這一個詞 但是它整個的意思表達的非常清楚,中共就是敵人 這個文本裡面說,說中共過去的政治影響力急劇的上升 軍事實力急劇的增長 這對於整個世界秩序,對於北約國家的安全形成了威脅 所以中共的崛起,這是對於北約來講是機遇,是挑戰 這個話說的非常有水平,為什麼說是機遇呢? 因為北約國家他們70年以前成立的時候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遏制蘇聯共產主義集團的侵略擴張 那麼這個目的他們已經達到了蘇聯垮台了冷戰結束了 那麼垮台之後,北約就失去了目標 這個時候,這個北約國家之間 他們在軍事上的這種聯繫就不像過去那麼強 相互之間也產生了一些爭執,現在還在爭呢? 那麼現在中共他們崛起了 他們對於北約國家,對於全世界形成了威脅了 大家又有了共同的敵人,這就是機遇嘛 就是大家能夠加強團結的這樣的一個機遇嘛 什麼是挑戰呢?你這個新的威脅又到了 那現在這些北約國家大家就要共同想辦法來消除這個威脅 也就是說要像過去整垮蘇聯一樣 現在也要整垮中共 但是這個任務還是比較艱鉅的 不是說隨便動一動指頭就能夠把它弄倒的 畢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 畢竟還是GDP第二的這麼一個政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北約一定要精神合作 要加強團結才能夠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這也是一個挑戰,機遇和挑戰同時存在 那這一份宣言裡面還說到了一些 具體的應付挑戰的辦法 比如說在今後的這幾年要大幅度的增加軍費 所有的北約國家都要大幅度的增加軍費 要加強在這個通訊領域的合作 要把華為要秉除在5G這個發展 基礎設施發展之外 實現這些宣言裡面所提出的這些目標 要感謝一個人就是美國總統川普 他是這一次促成這些宣言 促成北約國家這麼團結的一個重要的推手 因為推的太用力氣了,所以說也得罪了一些人 那有一些北約國家比如說像法國、德國、甚至加拿大 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是不願意增加軍費的 這些國家領導人他們還是希望走過去綏靖政策的這種老路 現在被川普逼得沒辦法勉強答應了 但是答應了之後對川普非常的不爽 就像這個加拿大的領導人特魯多就在背後說川普的壞話 結果說的這一段壞話,居然陰差陽錯 被加拿大的一個電視臺把他給拍下來了 而這個電視臺又不照顧自己國家領導人的情面 居然就把他在電視臺上公佈出來了 他說什麼壞話呢?特魯多說川普這個人就是喜歡吃到 因為他好表現,說自己現在又去開臨時召開記者招待會去了 所以把我們給晾在這裡 然後還說川普的這個團隊裡面的人都對川普一些行為 感覺到非常的錯愕,那因為川普行為乖章 原話是說他的團隊的人下巴都掉到地上了 這個話對川普是相當相當的不尊重的 那後來這個節目播出了之後 川普當然也知道了,那有一些記者就是看戲不怕抬高 就去問川普你到底有什麼感想呢? 川普呢?回應也是相當相當的不客氣 對於這個特魯多也是不留情面 他說特魯多是一個兩面人 也就是說他是陽奉陰違的,表面說好話,背後就說壞話 說的這個特魯多我估計應當是無地自容 確實是不應當背後說人家壞話 另外還有一個法國的領導人,總統馬克龍也對川普相當不滿 他跟川普不滿是整個理念不一致 他認為對於法國最大的威脅是中東的恐怖主義 伊斯蘭恐怖主義,但是川普認為是中國和俄國 尤其是中國,這個馬克龍認為中國現在不關他們的事情 馬克龍現在還年輕,好像是剛當總統的時候是39歲 現在大概也就是40出頭,那年輕有年輕的好處 充滿活力,但是他也有這個弊端 不是說每個年輕的人都是很有這種政治上判斷力的 政治判斷力還差一點,你想一想 中東的那些恐怖分子怎麼可能是對於整個世界 對於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威脅呢? 他們確實是很可惡,經常來給你搗亂,經常製造一些傷亡 但是他們因為實力不夠掀不起大浪來 行不成巨大的威脅,所以只能說是險界之極 真正的心腹大患還是中共這樣的極權政權 他們第一有龐大的人口激素,第二有龐大的軍隊 還有核武器,然後他們的經濟還有一定的實力 那麼用國家的力量來實行恐怖主義,來實行侵略擴張 這對於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 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馬克龍就不懂 所以說這些年輕人還得繼續學習 雖然當了總統,因差陽錯 被老百姓選上去當了總統,當了總理 但是這個判斷力上面還是不合格的,不過關的 應當繼續提高,那我們現在言歸正傳 現在繼續講這次的峰會能達成這樣的宣言 要感謝川普,同時還要感謝另外一個人 就是要感謝習近平 如果是中共還像過去鄧小平和江澤民 和胡錦濤執政的那個時候一樣 那西方世界真是又要上中共的當了 鄧小平、胡錦濤、江澤民他們過去實行的 是所謂的偷光養晦的政策 他們要發展實力,但是慢慢來偷偷的來,不張揚 所以那個時候,西方對於中共是非常友善的 是給他們很多很多的方便的,是睜一隻眼閉隻眼的 所以那個時候中共的這個實力急劇的發展 但是習近平上台了之後呢 他就把偷光養晦這四個字望得乾乾淨淨 而是四處的張牙舞爪,比如說搞什麼一帶一路 比如說什麼南海、前海、比如說經常要威脅、要武力統一台灣等等等等 現在已經引起了全世界對他的不滿、全世界對他的鄙視 所以沒有習近平的這種統治風格 沒有習近平的這種愣頭青的這種做法 全世界不會這麼快意識到中共 他對於人類的威脅、對於自由民主的威脅 北約不會這麼快把中共列為他們的主要的敵人 所以要感謝習近平 那有一些北約的陳彥國這次加入反共陣營 那是有一點勉強、有一些被動 比如說加拿大、法國,但是美國他這次出手反共 那是非常積極主動,而且是非常的堅決、果斷 這次他們是下定決心,一定要把中共給拖垮 去年貿易戰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全民共振團隊的一些成員 大家在一起探討時事的時候就得到一個共識 說這一次貿易戰絕對不僅僅是美中貿易摩擦、貿易衝突這麼簡單 這是美國要滅掉中共的整個世紀大戰的一個序曲 大家看一看過去這一年多時間貿易戰是邊談邊打 談是虛,是虛以為宜 打是實實在在,刀刀見血每一次都大幅度的增加關稅 讓中共叫苦連天 談判跟以往的談判完全不一樣 跟正常的談判完全不一樣 正常談判是大家都做好讓步的準備 大家各讓一步最後就能夠互相妥協形成協議了 但是這一次美中貿易談判 川普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就說 我們只要最好的協議,否則就不要協議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川普我堅決不讓步,一步都不讓 這就把整個談判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堵死了一大半 那現在更覺得是川普他不僅自己不讓步 而且還不讓中共讓步,就是中共你投降現在都不行 他怎麼樣做到呢,就是用香港這個人權與民主法案 以及新疆人權法案,這兩個法案把中共投降之路 給徹底的堵死了 這兩個法案不僅僅是要聲援新疆和香港人民的這種抗暴 而且更重要的還有一個這個年代的目的 就是不讓中共向美國投降以此來作為 這個簽署貿易協議的這樣的一個籌碼 因為中共過去這幾十年一直是用所謂的愛國主義 來作為他們的這個意識形態的這個主要的旗幟 那愛國主義呢,你就要求這個政府這個國家 你面對著外國的這種強烈的打壓,強烈的這種羞辱的時候 你一定要站穩腳跟,一定要奮起反抗,不能投降 那現在這個兩個法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新疆人權法案 這就是川普拿來公然的向中共打臉的兩個法案 公然的羞辱中共的這兩個法案 那麼這兩個法案一出來之後,中共就再也不能到美國去 或者在世界任何地方跟川普簽署協議了 習近平再也沒有機會跟川普簽訂任何貿易協議了 因為你一去,一簽訂這個協議 你就被人戴上了投降派的帽子 那你如果是整個政黨都來同意簽署這個協議 那麼老百姓就說你這個政黨是賣國賊政黨,是軟弱的政黨 那麼老百姓就對你的這種反抗的這種心思 那就油然而生,中共就在老百姓面前顏面盡思 沒有了威望,就容易被人反抗 那習近平呢,他如果個人代表中共來簽署這個協議 那也會被黨內那些反習派的人士給他戴上投降派的帽子 最後一定會把他拉下馬,把他關進秦城監獄 所以他自己也不能簽署這個協議 所以這兩個法案一出來,中共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的機會 已經沒有了,投降都沒有用了 最後只能是跟美國扛到底 而扛呢,他又扛不下去,最後只能是被美國拖死 我們去看一看地圖就很容易發現 美國現在對於中共的圍堵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本來過去美國圍堵中共主要靠的是第一島鏈 和第二島鏈上面的這些盟國再加上印度 那現在這個戰線進一步向前推進 已經圍到中共的家門口了 今年上半年的時候香港反送中運動興起 那這是中共自找的香港人民起來反抗美國 給香港人民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既有道義上面的支持,也有實質上面的支持 這讓香港的民主派現在是佔據著一個非常有利的地位 讓中共在香港的統治根基已經被動搖了 而且香港的這個民主運動它的戰火還擴展到台灣 中共本來在台灣是用了非常多的錢和時間 培養了一大批親共的政客和政治團體 本來他們是計劃著在這一次大選當中能夠奪取政權 這樣台灣就變成了真正的中共的一部分了 變成了中共的一個前沿基地了 跟美國對抗的前沿基地了 結果風雲突變 現在因為反送中運動讓台灣的老百姓看清了這些親共派的本質 那他們這次是絕對沒有機會贏得選舉了 而且美國進一步的通過王立強向心間諜案 促使台灣和澳洲合作 然後把中共在台灣所佈置的那些臥底、那些間諜、那些親共的政客 那些紅色的第五重隊全部置於危險之中 然後對他們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所以讓他們潰步成軍 這一次台灣中共的這個戰線已經徹底的被擊垮了 現在美國又動員起了北約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聯盟 來一起對付中共 所以對中共的這個合圍 在2019年的年底就正式的形成了 已經形成了一個通牆鐵壁 那麼2020年他們會幹什麼呢? 美國要繼續反共只有一個方向 那就是向中共的大本營進攻 大本營就是中國大陸 怎麼進攻呢?還是老套路 還是拖垮蘇聯的老套路 和平演變、顏色革命 就是在中國大陸鼓動、激勵那些民變、政變和兵變 當這個三變一起發生的時候 中國就一定會發生巨大的改變 再也不會有共產主義政權了 這就是中國大變局的一個開始 我們大家一起來等到那個時間的到來 也為那個時間到來做好一切的準備 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謝謝大家再見 再見